再... 看 看了一眼 做什麼? 喂! 你怎麼又拔了? 你做什麼啊? 是不痛的 是芝士 我現在告訴你 我剛剛那條小狗沒了你做什麼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Dora 我去年拍過一條藍光脫毛肌的實測 那條片是意外地很受歡迎 很多觀眾一直在問我到底我平時用什麼去脫毛 我很久以前是用最出名的脫毛膏去脫毛 但因為我不知道是我敏感還是什麼 那時候是搞到發炎要看醫生的 自此之後我就怕脫毛膏這件事了 所以我就改了用超市十元三把的剃毛刀 就這樣刮一下就算了 但有時候忘了剃也挺尷尬 所以我今天終於要試這個一勞永逸的脫毛方法 激光脫毛 而且也可以順便實測一下 到底坊間所說的毛痛和永久脫毛 是否真的合理的呢? 為了今集我都儲了半個月的甲仔底毛 給大家看看最真實的效果和對比 那我現在就準備出發 Let's go 我這次也帶了我男朋友一起 來見證這個這麼重要的時刻 因為他經常在嫌棄我的甲仔底毛 畫得像海膽一樣 基本上一年看兩三次 哪一遲啊? 我每個月都看了 只要有一點點的毛出來 然後我就很緊張 每個月一次 每個月一次差不多了 那些毛哪有生得這麼快 我想說你那裡的毛真是長的關光 我想說你那裡的毛真是 去脫毛之前 帶大家看一下環境 我覺得這裡很漂亮 超棒的 這裡是可以給我們自己沖花茶 然後這個環境打卡一流 超漂亮的 真的 超棒的 房間有一個超大的窗 最壞的是今天天氣一般 如果陽光泡照的話 會很舒服 我現在準備做這個脫毛了 我男朋友坐在旁邊 然後他好像看好戲的樣子 我想問可以讓他試一下 我毛痛的版本 讓你試一下到底是什麼感受 我叫他做 我叫他做 你過來 你想斷邊嗎 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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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表演給大家看我平時怎麼做 其實我就不太明白女生爬頭 哈哈哈 我平時呢 剛才你拔了兩條毛出來嗎 不是 這傢伙 我想說我是一個月不剃鬍 然後就沒事做錯 你再表演多次嗎 坐在電腦桌那裡 我閉嘴 我只可以想 嘩 等等 等等 停啊 停啊 我覺得這人會覺得你瘋子 我是可以拔得很乾淨 不過我拔幾個小時 所以我就可以想 無功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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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邊爭脫我 我一邊自己拔 哈哈 哈哈哈 你是看鬍子是想 平時都是想著 永遠都沒有鬍子的 其實我們是有男子可以看 就是脫鬍子 我享受痛的感覺 她說廣大真的很擔心 激光拔頭會很痛的 先看看 再 看一看 怎麼了 喂 你又拔了嗎 你做什麼啊 是不痛的 是不是知事 我現在告訴你 我剛才那條小狗沒了你做什麼 即場表演沒有痛脫毛 你會不會是史上第一個陪女朋友脫毛 然後自己脫先的人 有機會 我告訴你 還要是有痛的 笑女腳 笑女腳 很緊張的時刻 很痛 我可以嗎 不痛啊 沒事沒事 我想說其實真的 等於用那些剃鬍子 輕輕剃一下 真的太可惜了 好像那些狗打針 剃毛 嘩你很囂張 好像狗打針 真的不痛嗎 真的不痛 感覺到有空 你說到這麼不痛 我都很想試一下 到底有幾分 快點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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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事的 我不是騙你 我感覺不是就是蚊撞了 電蚊撞了嗎 我是那隻蚊撞了嗎 我是那隻蚊撞 好 痛版 已經是痛的 已經是 我真的沒有感覺 你沒有騙我 很像 快點去看看 快點去看看 我的健康 哇 我現在這樣好色情 嗯 沒有 我有點感覺 不是痛 好像很輕輕的 指甲刮 那樣 不做了 對 快點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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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已經脫了我的甲垃底毛 很滑 剛剛整個過程是很快 而且真的一點也不一樣 她在做經問我有沒有感覺和不一樣 然後我問她 已經開始了 完全不覺得有任何感覺 除了皮膚再薄的位置 會覺得有些好像指甲 弄一弄皮膚的感覺 這次脫毛經驗 我很驚訝 沒有造成這個心理陰影 我也可以很安心地考慮一下 會不會脫其他位置 我剛才脫之前也有拍了一個故事 問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女生 都會很想試激光脫毛 而最最最多人問的是 痛不痛 以我一個這麼怕痛的人來說 都覺得不痛 然後第二個最多人關心的問題 就是多少錢 那這個價錢問題呢 剛才我在Counter那邊 也看到她有一個價錢牌 很清晰地有三個收費 根據你的脫毛部位 她的大小而作出選擇 那好像我這個家底 就是屬於一個小的範圍 就是最低我的價錢 而且最重要的是 身為我的觀眾 當然有福利 我所有的觀眾 可以通通有六折優位 學生更加便宜 學生有半價 半價真的很划算 你可以永久脫掉你的脫毛 而且沒有任何隱藏式收費 第三個問題 就是激光脫毛是否永久的呢 是否真的不會再生毛毛出來的 這個見到的價錢 就是大概六至八次 這個六至八次就是 你所有人做六至八次都一定會脫掉你的毛毛 所有肉眼看到的毛毛都會完全脫掉 所以真的你付一次錢 就已經是永久脫毛了 就是一個很一路永逸的方法 對於我們這些難人來說 一個月過來脫一次 就可以不需要再擔心 會不會忘記了剃毛 還有最怕一個問題 我想很多人都很害怕 就是黑不黑銷 這個就是你上他的網 或者你在他的店裡 都會很清晰地看到一個收費牌 就由你自己去選擇 你到底想脫什麼部位 就選擇哪一個計劃 所以就不存了一個黑不黑銷的問題 大致上的問題就是近一點 我現在去檢查一下 約下一次的脫毛時間 我剛剛約了 隔了一個月之後做第二次的脫毛療程 之後也會更新給大家看看效果是怎樣 期待一下這個永久脫毛的效果 剛剛脫毛那裏就是朗豪坊 所以脫完之後 都可以很方便地下來樓下吃東西 我選了在頂層這間 Texas Burger 這間我們之前都有吃過的 都覺得蠻好吃的 所以就過來Encore 今天是6月29日 我來這裡做第二次的激光脫毛 我在這段時間已經發現 我液下的毛 生長速度比之前慢了很多 有些就好像正常 好像之前這樣長的 但有些是已經很幼 而且有些是只剩下頭頭 你是很明顯看到分別的 我稍後都可以給大家看看 分別到底是怎樣 我猜不到是做了一次 就已經有這麼明顯的效果了 那我現在做第二次 我剛剛完成了第二次的脫毛療程 突然想起很可惜 因為這裡有一個大的窗 其實是可以看到日落的 但今天因為下雨 陰天就看不到 所以有點可惜 如果不然就可以拍到一個很漂亮的日落 給大家看 我剛剛整個過程其實跟第一次一樣 過程很快 而且真的沒什麼感覺 我還在跟人聊天 過程很輕鬆 之後我還有大概四至五次的療程 每一次的脫毛 我都會再跟大家更新 我會在Instagram做個highlight 大家都可以跟進我的脫毛進度 這次的實測片是大成功的 跟他們形容一樣 毛痛 而且真的有效果 這次的實測片就到這裡了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 以及訂閱我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